同步,不是说只能用在Sale 你可以用在任何其他 Python可不可以,可以 你跟手机的App可不可以 Java可不可以,全部都可以 因为所有的程式都可以去抓网络资料 也就是以后,反正你这边做好了 你可以直接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资料的来源就对了 未来如果说你要变更的话 当然也只有你自己可以打开 比如说你只能进到这个Temp资料夹 打开它,只有你可以 但是你想说未来除了你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同事可以的话 那怎么办,很简单嘛 这边不是有共用,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 目前他只提供给你是存取 就是唯独的 唯独,只能看 那可不可以改?不行 那谁可以改呢?你 如果你要给另外的人去改的话 共用的时候特别是他会跳出说你的使用者那个人的Email信箱 Gmail的帐号 你就把它打上去之后 然后你这边的话记得他有提供预设式检视 那你如果要让他可以编辑的话 你记得这边可以让他可编辑 那那个人呢?他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编辑 其实我是觉得啦,其实这就是一个资料库了嘛 而且是云端的资料库了嘛 OK,那当然他的权限其实太阳春了啦 不过说真的,我们如果今天只是一般性的 我没有要很复杂 我就是要跟同事之间做资料交换 然后有些人可以看,有些人可以改 那我只要这样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足够了啦 说真的大部分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当然有些大型的资料库,他的权限设定非常非常复杂 可是对一般来说,根本用不到 OK,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单纯 只是要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很简单 OK 然后呢,我们就按,他可以新增进来 那看给谁用,OK 那如果预设的话是只能检视而已 好像可以评论,不过这个评论功能我是没有用过啦 评论什么,就是他不能改 但是他可以在上面提出建议 这我没用过啦 不过一些功能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用的啦 因为我用它也超过还蛮久的时间 因为最早那个发布到网路 最早真的只有一个网页功能 没有底下这些功能 这后来慢慢才加的 那底下这些呢,本来好像也不是长这样 他是慢慢慢慢改,然后越改越完善 越改越稳定 OK,因为Google 这个云端硬碟出来的时间 我印象中也大概十来年嘛 因为他一出来我马上就用了 所以我应该算是非常支撑的使用者 所以你会发现,他给我的空间 一般人是给的空间数量好像是给15GB免费吧 可是他给我的空,15GB免费嘛 可是他给我的空间 我看一下,他给我的空间已经给我28MB了 里面好像有一个空间是什么 是因为我是什么,先骑导路 就是他都可以有10GB空间 然后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些空间出来 那当然用起来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到目前为止 OK 好,那这样的话我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发布之后 我可以直接怎么样 看到我发布到网路的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发布 这边记得发布这个工作表 它会产生一个连结 然后你可以前往可以看到这个 那如果我要抓到它的话 那我可以用录制 当然如果VBA程式你不会写的话 那你可以先用录制的嘛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1就是什么 我也许 就是先把这些资料全部清除 OK 然后2的话全选 2的话就全选按这边 其实程式的话就一行 叫sales sales 不要刮糊 就指的是这个工作表里面 全部的储存格 -clear contents 或clear也可以 全部清掉 然后2的话就是什么 从web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网址 这边按确定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JavaScript有错误 把它贴上 应该是这个 刚刚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把它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按个到 记得它这个 这个从web 特别注意它主要是抓你这个网页里面的所谓的table table 就是表格 所以特别注意它里面只能抓那个表格 所以到之后的话里面有个表格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表格 那那个表格你把它打勾 然后费入之后的话 然后就按A1 然后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你先彩排一下 彩排完之后呢 录制完聚集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把它转一下 那我最后把那个最后转完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录制的时候好像会多一行 好像会产生错误 所以录完之后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 里面的话就是中间这一段 ok 那我在前面跟后面又补了几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第一个 一我先删除这里面的所有资料 然后再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们在录完之后 它会多一个什么Command Type的样子 有一行会内有bug 那一行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再来后面的话就是 再删掉哪些东西呢 删掉上面这两列 ok 所以呢两列嘛 所以Rose 1跟2Delete 那A栏 你会看到A栏隐藏的吗 把A栏Delete 所以Column是A栏Delete 最后的话呢 A栏到L栏 帮我自动调整栏关 就AutoFeed 之前讲过 最后贴心一点 把游标帮我放在A1 那在这一行不行没关系 只是如果我觉得 这种使用者经验比较好 游标在那里 不然的话他会乱跑 ok 好那最后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录制好 所以录完之后 他会录这个Wiz到Wiz这个 其实这个里面的程式 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删掉 像这些参数 其实我印象中 应该这些都可以砍 应该这边好像有一个 叫Formating要其他都不用 印象中好像这边都可以砍掉 这些都可以砍掉了 其实主要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物件 叫做什么呢 query table 有没有 query就是查询的意思 tables就是表格 意思就是什么 帮我去网页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表格 有表格的话帮我选起来 帮我汇入到那个哪里呢 destination 就是A1 有没有 这个UIL就是那个网址 其他的话 其他删掉 OK 我印象中好像是Formating Formating要格式 哪一种格式 没有格式 然后refresh 是真的去把它抓下来 所以其实执行到这边的话 旅客上就把 OK 我们来run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我假设 所以录制聚集 请各位自己把它完成 然后呢 我把最后的结果 组行跑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 我们现在 已经都OK了 然后按F8 第一行是Clear Content 或者Clear也可以 好 清掉了 第二个的话呢 去网路上给他一个网址 但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没有抓 然后 这个Web Promating 我不确定 好像可以删掉 然后呢 格式就是没有 它这个Web Formating 没有 没有格式 意思说 下载的是只有直 OK 然后refresh 这个会卡比较久 它这时候转圈圈 其实就是真的去网路上捞 好 大概要捞一下下 画面会稍微白掉 如果你画面不想白掉的话 可能 也许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Squid Updating 等于False之类的吧 OK 下来了 有没有 这个可能会卡一下下 再来的话删掉 现在怎么变只一列 可能要见招拆招 一列 那不然要删两列 不对 这我再看一下 删一列好了 然后再删A栏 然后再自动调到栏关 游标再放回去 OK 就没问题 所以这边好像砍掉一些东西 会变成只有一列 OK 所以这个也许你们再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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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